還是叫妳阿盧比較好 可以先暫時叫我阿盧 阿盧對不對 因為今天是用這個藝術家的身份來到現場 對 沒錯 那阿盧呢 他自己本身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身份 其實跟片頭人還蠻像的 剛剛有跟他聊過嘛 對不對 覺得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自己看他的作品本身就覺得他可能比較慢熟 但是我看他的作品我覺得他絕對是一個幽默感十幾 對 因為他用了很多我很喜歡的元素 譬如說他喜歡用日常生活的東西 然後結合他的雕塑作品 就是我自己也很希望就是如果我的作品被大家收藏的時候 那個東西是可以使用的 對 我覺得使用這兩個字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們剛剛已經走過一圈了這樣繞過來 有沒有哪些作品是讓你印象深刻的 我印象最深刻剛剛有那個扭蛋機 就是大家在身後的這個扭蛋機 對 因為他那就是他自己的臉嘛 對 然後正好我最近就是想在想做那個扭蛋的牆壁 然後我自己也會覺得如果我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扭蛋機 我會覺得很棒 所以我剛剛看到我覺得而且他的功好細 為之驚豔 他每一個細節都會讓大家覺得說 哇 要做這個作品應該要花很久的時間的感覺 他的因為作品非常非常細節 所以我覺得他的二十年以來 美肌的作品一定是美肌都非常非常精細 所以出品的速度比較慢一點點 那除了這台扭蛋機之外 還沒有哪一個東西是讓你很難忘的 蝙蝠雨傘 我覺得 尤其是他把那個閃面張拍 對啊 就完完全全跟那個蝙蝠頭是契合的感覺 對啊 真的會拿捨不得拿來使用 他真的就是藝術品 但如果真的下雨的話 你會拿出去用嗎 我覺得這一定是 寧可自己全臨時都不用 暴風雨都不用 好 那大家待會兒可以去看一下那隻蝙蝠雨傘 真的是藝術跟實用 做了一個很完美的結合跟搭配 那其實還有很多很多 比如說我們看到那個書架的部分 還有在很多跟手機結合的 手機的 手機的很棒 因為現在真的很實用 包括他剛剛秀給我看 最新的那一個 他自己的手機殼 我剛剛忍不住問他說這只有一個嗎 我自己都好想要 只有一個 我覺得這個 真的很殘忍 有時候限量是殘酷的 對啊 但他從4開始就有作品 4 5 6 7 8 然後到最新的10 對 他都有專屬的手機殼 對 尤其是他在戲劇裡頭 那一支詢問度也相當的高 好 那在看完他的展覽之後 我聽說阿如自己本身也有這個開展了對不對 對 最近的專品還在小小的 新竹的衣服會剛結束 然後之後他7月會到 台中 台中 也開始巡演了 但是我最近 比較在床路的是 我之後要去東京的那個 哇 日本這個2019夏季的設計獎 對 對 當初接到這個 算是邀約 心情如何 我覺得是真的蠻感動的 因為其實我一直在後補的狀態 然後 他雖然有兩千攤 但是 所有人都想要報名 所以那時候我其實就是已經心灰意冷了 雖然我還是 就是用了日文寫了他的故事啊 然後寄去給他們說 就是我想展的東西是什麼 這樣子 然後後來想說算了沒機會也沒關係 沒想到收到回信說 我錄取了 當下很興奮的 這個本來是後補的你知道嗎 但是 受到正式的通知的時候 我相信那個當下心情好像 台大或者是失大的感覺 對 就原本想說應該沒機會了 真的是會眼睛一亮 然後就開始想說 好 那我要做什麼東西帶過去 好 至於呢 這個東京設計展 要如何的去參加 或者是到現場之後 要有什麼樣的一個心情準備 待會兒請片同仁好好告訴 好不好 因為他也是前輩之一 好